8月28日上午9点30分 李某某等5人涉嫌强奸案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审理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 庭审将不会公开 据报道称 中午12时10分许 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暂断休庭 庭审下午将继续不公开审理 上午庭审共计审问了三名被告人 李某某当庭不承认殴打 不承认发生性关系 称其喝醉了都不知道 证人张某事发酒吧人员还被出庭 后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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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 后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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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 坐 所以没了 后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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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搜狐视频 娱乐伪报 张立波到 上网 看好声音 直载 搜狐视频 大家好,我心萌萌萌萌萌